字幕提供 你可以用手 吃 波蘭茲都沒問題 但是四萬奶茶都要特別注意 奶茶一定要用吸管喝 記住 一定要用吸管喝 所有比完之後呢 由分數最高的前三名 得到我們的最優惑的環境 讓你最優惑的環境 所以公益 就是這樣快去 他的策略呢是先鞭製霍包 鞭配奶茶 他這位表演是先把霍包 第一個 三頭 四號的鞭製已經進到13塊了 第一口 第二口 楊娜菲爾 他們的奶茶都是偏向邊吃邊撇的狀況 那這樣策略是否好呢 讓我們繼續觀察下去 看一下齁 來 爆版開始打開 四號 看一下齁 沒關心 沒關心 OK 四號選手 一堆大賽 香港 普達 國豪 已經出到奶茶的第二輪比賽 正式開始 開始了 好好吃完一個菠蘿包 好的 第二塊已經快結束了 他奶茶看來已經會完了 OK 六號的好好已經完成了四個囉 第五個策略進行了 好好的 菠蘿包已經完食 現在要趕個飲料囉 好 六號的好好已經開始第三杯的飲料了 看下去 他快要舉牌了 要再十秒鐘 他就要舉牌了 喔 確實完成 完食 OK 好 結束 來 麻煩一下 我們把飲料給打開一下 OK 六號結束 好 我們接下來幾號 我這邊宣布 秋日豪老師快進身大賽 香港食堂 波羅浩 我們四萬奶茶 第三個比賽 正式開始 放丟放掉好了 好 開始 他先拆吸管喔 他直接咬一個 又不一樣了 他是兩個菠蘿包 把他壓扁一次咬 一口就咬兩個 這個這邊上次披薩 上次的異曲同工指標 上次也是 艾加 艾加來一次吃兩杯披薩 欸 波助路就11號已經是刻掉了一個了 他這位小姐呢 第一個也太晚了 快結束了 稍微換一點起步的檯灘呢 速度也非常的快 然後他第一個也快要結束囉 加油 加油 好 大衛王參賽比較好 體態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吃了波羅浩 故事的鼓勵有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們平時也要把鼓勵動 把鼓勵動盤的重量 OK 奶茶看來第一杯的戰鬥多了 好 十二號參賽者 第一杯就算一個刻了 好 奶茶的第二塊的技術 他是把他從中間捏扁 好做捏扁 然後表現力非常快 非常有機會 然後目前的時間 一分三十秒 一分三十秒的時間 九二號的跳要結束 他技術的超過一半囉 好 十一號呢 已經吃掉三個菠蘿包以及一杯奶茶了 好 十一號呢 好 十一號呢 好 第十個菠蘿包開始進行 好 搭配著第二杯奶茶 好 搭配著第二杯奶茶 非常快的速度 好 十號這個小姐的策略齁 所以大家的策略是一樣用捏點的 好 奶茶加油囉 好 奶茶加油囉 第二塊快玩囉 好 十二號已經進入到第二杯奶茶 也第四塊菠蘿包他要完成了 加油加油 非常有機會哦 非常有機會突破兩顆對9秒 好 十一號也非常的快速 好 十一號也非常的快速 他這菠蘿包已經吃完了 快完了快完了快完了 還有半個 好 十一號也非常的快速 好 好 9號的奶茶加油 第二塊結束 那十號呢 小姐呢 第三塊已經快要結束囉 看來撒入前第一杯看起來 目測現在一半左右 真的非常乾 三個子到現在後半 中後半已經開始有一點 稍微速度有稍微慢下來了 加油加油 好 十二號爆發結束 第二杯奶茶也結束 哦 完池 十一號完池 來 我們先打開看一下 非常厲害 飛下去了 好 結束 十一號結束 掌聲鼓勵 好 。 好 好 畢竟齊 結束 結束 波羅蜜 啟示娃爾卡 進步人比賽正式開始 好16號大哥呢 先咬了半個波羅包之後 再配奶茶 他一口就咬到將近半個波羅包 非常的驚人 OK 14號的紫色桃花的仁兄 非常快速 一口就吃掉三分之一的菠蘿包 那15號已經吃掉一個菠蘿包 然後一杯奶茶看起來像是看到被他一口乾了 非常快速喔 目前看起來地步最快的是15號喔 沒有 12號已經第二個快完成了 14號的第二輸快結束了 16號的大哥第二個眼睛剩下三分之一喔 那奶茶奶茶地費快要喝完了 加油加油 如果任何身體不適的要舉手喔 好15號的第二輸快結束 13號的第三輸剩下一半喔 可以奶茶喝完喔 15號奶茶喝完了 他邊咬的菠蘿包邊將吸管插入第二杯奶茶 有時候這個吃得快之外 然後同群能夠分工合作 能夠雙手做不一樣的事 搶任何的時間 連任何一分一秒都沒錯過 好 13號呢一次插兩個吸管 你有什麼用意嗎 那第三個菠蘿包也快完成囉 那第四個對不起 這第四個菠蘿包快完成了 那14號目前第三個菠蘿包也快結束 那目前的時間是來到了1分50秒喔 非常快速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取代6號的2分29秒嗎 還是有機會喔 好16號的大哥第三個進行 第三個開始進行的奶茶第二杯開始了 好15號的這位大哥呢 最後一個菠蘿包 剩下最後一個菠蘿包 一杯杯奶茶了 目前飲料速度差是最快的喔 看起來真的非常難以下夜 13號 13號奶茶也剩下 一杯半拿到菠蘿包結束 所以差兩根吸管再喝第二杯奶茶了 看來他也快要完成了 有機會超越 有機會低於2分29秒嗎 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15號的大哥 快完成了快完成了 掌聲吧 掌聲掌聲 來第13號 好第三個完成 來我要看一下你的影片 請打開 打開 打開 OK完成 完成